Hello Winnie你好 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Winnie 那Winnie一开始 先把你个人背景 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我是台北人 然后我七岁的时候 移民到纽西兰 我目前人住在澳洲 职业是燕光师 为什么会变成燕光师 是你大学本科吗 对那是我大学本科 其实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环游世界 所以我就挑选一个 比较好存钱的工作 收入比较高是吗 对收入比较高 然后之后想说 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先玩回来 之后再寻找自己的兴趣 可是他进入门槛 有比较高吗 就是要当一个燕光师 有对 大概跟牙医差不多分数 对对对 所以是五年的一个课程 所以也有点像 医师的一个专业就对了 就是在国外的 在澳洲的燕光师 他是可以开药的 像清光炎啊 或是眼睛感染 然后我们觉得 有比较多的问题 我们才会转给眼科医生 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用在医院等太久 那台湾的燕光师 有这么严格吗 台湾并没有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比较 基本就像测度数这样子 测好度数 只能这样子 不能开药就对 对 法律上应该还没有 好那接下来 Winnie跟我们讲一下这一趟 你为什么会从小就一直有一个 想要环游世界的一个梦想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妈的关系 我妈在我怀我的时候 她就去了西藏 然后回来的时候 她就觉得说 她很想就辞职去玩 可是因为有了小孩 所以就不行 所以在我们七岁的时候呢 我妈就果断的卖掉台北的房子 然后把所有的工作辞掉 然后全家移民到那边 然后她从小就跟我说 如果在你还没有孩子之前 最好是放下一切去世界看一看 你的想法会非常不一样 所以她一直认为说 她这个结婚生小孩之后 她的梦想有被中断就对 有就没有办法 就是说走就走 所以她至少换个环境这样 对对对 就整个都不一样 所以你是从小就一直 常常听她讲这样的故事 所以这个环游世界的梦想 就生硬在你的这个心里吗 对啊 因为我第一次去旅游的时候 是我两岁的时候 我爸妈是带我去南北 就想一想 我觉得我也没有勇气带那么小孩子 去那么长 那么远的地方旅行 可是我爸妈就有办法这样做到 你现在有任何当时的印象吗 没有就只有当时的录影带 然后画面是什么 就是你跟很多野生动物的吗 就是我有被水母咬啊 然后就现在就不是很喜欢海洋 然后就是其实我爸妈那时候 本来是想移民到南非去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开普敦买了一栋房子 可是后来南非就是发生很多政治上的问题 因此他们只好把那种房子卖掉 然后去搬到纽西兰 而且南非好像种族的问题好像更严重 是的 是以前其实在英国人管制下南非其实还不错 可是在1992年他们种族隔离结束后呢 就执政长变成黑人 然后因此他们就是开始仇视白人 所以就没有那么安全 哦 有点像复仇的心理就对 对啊 因为那时候他们被压抑太多了 那亚洲人呢 亚洲联孔他们怎么看待 亚洲的话他们其实 他们还会觉得你是有钱人 所以就比较容易就是被绑架那些的 被锁定目标就对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在做生意的话 然后又请保镖 其实安全性是可以的 对 可是这几年应该有比较好吧 因为我相信会有很多中国大陆的这个企业 去那边建设 你跟中国移工 他可能只是打工就不一定是有钱人 其实去年2017年的时候 我跟我老公在结束环游世界 有去南非自家三个礼拜 那边情况确实好很多 因为新的一代并不记得上一代的仇恨 可是因为上一代的人 其实他们也才五六十岁 所以可能还是会影响到 等于上一代还掌权就对 对对对 他们还记得就是白人对他们 因为其实只有20年的时间而已 并没有那么长 还不够长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这个 当你这个慢慢有能力之后 决定要去环游世界 突然就遇到你先生对不对 可是那时候你们交往了 可是就面临这个要不要继续你的梦想 所以你在书里有讲到 跟你走或者是分手 对没错 所以你本来以为他会分手对不对 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啊 因为其实我搬到澳洲的时候 就是为了要存钱去旅游 然后两年后我终于存够旅游基金 我准备要走了 结果就碰到我现在的先生 那时候我就再继续待下去 跟他交往了一年 可是我觉得一个女生 为了一个男生放弃梦想 其实是一件蛮蠢的事情 老实讲是的 对 所以我一年后我就说 那你要嘛就跟我一起去旅行 不然我们就分手 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不爱旅行的话 我们价值观可能也蛮不一样 对 因为旅行动来的很重要 所以就对就这样 所以他本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不对 没有那时候他刚找到一个新工作 然后所以就是很突然 但是还好就是他愿意这样子 所以你那时候存了多少钱准备要出发了 那个时候大概存了大概台币100万 因为我不想 因为旅游其实不需要花很多钱 可是我想去的景点其实是需要花费的 我想在有限的时间把我想去的地方走完 所以这100万这个金额 是你有看过很多资料之后 你觉得大概一年就是花这样子吗 对啊 我就问过很多人 他们说大概抓100万就可以就够了 可是我们实际金额总共花80万 就比疫区省一点就对 对对对 尤其南极船占了20万 所以其实必须是 如果你不去南极的话 花费会更少 对在苏黎有讲 只差最后一周就一定要去 20万也要去就对 对 好那接下来 我们再接着聊你这个出发前的一些准备 除了遗言啊这个钱存好之后另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其实一年的旅行最重要就是要规划 因为我不是那种到点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要干嘛 我的个性是如果这样的话我可能都不会做任何事情 然后我提前规划的话 我就会先写下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毕竟是长途旅行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你平常无法到达的地方 然后之后我会看免签国家是哪些地方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省很多时间跟费用 然后最后的话我会看说 我想去的地方呢 什么时候是它的平纪 它就是在淡季跟旺季的中间 就代表说你拥有旺季的天气 然后淡季的价钱 忘记要结束之前 淡季准备开始 对没错 就好像有点像八月底九月初这样的一个时间 是啊是啊 因为很多欧洲的旅馆 他们夏季可能就很贵 然后秋季的时候就真的比较便宜 可是冬季的时候就真的太冷 可是你这个环游世界的路线 你一开始就全部都规划好那个顺序了吗 是啊 所以我先生说我有点骗痴狂 我大概会抓说我在这个城市会待多久 然后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我想要去的景点 如果我达到我想去那个景点 我其他的就是随意而安 没有说一定要全部都跑透 因为毕竟你玩一年的时间 你每天这样子逛真的会很累 所以如果一个地方 应该是排两天的行程 我可能就会抓个四天 这样的话另外两天我们就可以很悠哉了 毕竟是一个像一个生活态度 而不是赶行程 哇你这是计划狂 一般有些人他可能先到一个国家 先准备好下一个国家之后 到了这个国家再准备下一个点 这样子 对对对 这样而且这个住宿什么机票也比较好掌握 因为你不可能一年就订房间全部订好 是啊 所以大概出发前三个月 就是到那个点的前三个月 我大概就开始看住宿 不过现在很多都是可以免费取消 所以如果真正发生什么突发状况的话 我们还有一点空间可以改变行程 现在网路订房好像那个优惠都蛮多的 对啊 完全不会收一些手续费 或者是罚款这样 对 他可能就是出发前五天 你可以免费取消这样子 这样就比较好 所以你可以在三个月半年前就先订 反正 对 只要最后几天赶快确定会不会去就好了 对啊 因为虽然我们是背包客 可是我对厕所的要求蛮重视的 就是我希望他干净 然后他有热水 那你如果想要价位好的房间的话 其实不是那么好找 而且你们选的应该都是房间对不对 不是所谓的这个只有这个床位而已 对我们都是住私人套房 然后最好有含自己的卫浴 因为我们很多 我们只带了八公斤的行李 所以我们大部分衣服都是我们都自己手洗 然后就在房间里面挂杆 对因为如果你共用你光是这个躲在里面洗衣服洗两个小时 你还在翻脸 对啊就不能做这种事情 而且要晒要掉也比较方便 对啊对啊对啊 没错 所以你这样要求蛮高就一定要有这个卫浴就是要套房 然后一定最好有厨房对 要为了省钱嘛 对厨房的话就是为什么租青年旅社的关系 因为青年旅社就有共用的厨房 对这样就可以自己住 你这样观察这个青年会去用厨房的比例高吗 看国家 所以假如你在消费高的国家的话 他们厨房大部分大家都会用 而且厨房会比较干净 设备也会比较好 可是如果你到像比较穷的国家 像东南亚然后外食很便宜 那这样他的厨房设备就会非常简陋 也没有人在用 比如说台湾就对 台湾外食很便宜 台湾的青驴还蛮干净的耶 台湾不用煮啊 小吃夜市这么多 便利商店 可能外国人会吃不管 对所以他们可能偶尔还是要自己煮一些青菜什么的 所以你有没有习惯吃米的习惯吗 你那么早移民过去 应该米就不一定是你的主食吧 我爸我从小到大早餐中餐晚上吃米 你有带米去煮吗 我们会买来煮 因为我们就是食物材料费的话 米是最容易填饱的东西 所以我就让我先生吃一次吃两碗饭 然后配一根鸡腿或什么的 有一块肉跟饭就可以吃饱就对了 青菜有时候还不一定 青菜水果啦 水果一定要啦 所以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出去他为了省钱 他干脆就直接台湾带米出去 又省钱然后又习惯因为有些这个外国的米跟台湾米口感又不一样 台湾米比较黏 对对对我没有那么挑而且我们用8公斤就很难带那么重的东西 一包米就5公斤 对啊就连化妆品什么的乳液我都是到当地在买 所以都要知道什么地方该买什么东西然后用到刚好用完就好了不一定要带回来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搭火车或是公车因为他没有液体的限制 可是像你在欧洲的欧洲的话虽然他可能才一个小时的飞行航程 可是是跨国所以就不能带超过100mm的液体就比较麻烦 对是指那个容量不能超过100mm那如果把它分装很多小瓶这样可不可以 但是你首先是要拧有那个瓶子你还要另外买 很多小瓶子这样很麻烦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为什么会选8公斤这样的一个标准好不好 其实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当过背包客 这是我第一次当背包客 然后我们那时候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要搭连行的话 很多时候机票都比行李便宜 对所以为了想要减审开销 我就说那我们就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旅游 我看过很多部落客有成功过 我想我们也可以 因此我们就重新买所有的装备 然后那时候准备装备的时候 我连几公克我都会算得非常清楚 因为这样才可以加起来刚好是手提行李的大小 就是他机票便宜可是他收你行李贵就对 对啊很多联航都是这样 可能有时候你可以买到特价5欧元的机票 然后你的行李费用可能就要30欧这样子 他是一公斤一公斤跟你算吗 没有他是用单件 一件对对对 而且小的行李的话代表像你搭工车你也可以随身带着 你不需要就是一定要拖运在下面 对有时候拖运在下面如果你不是第一个下车 可能别人下车就把你摸走 是啊是啊所以能够随身顾其实是比较安全的 好然后接下来就帮我们先讲这个环游世界的顺序好不好 你大概怎么走 好所以我们是从澳洲出发 然后买了一张环游世界机票 所以你只能顺时钟这样就顺一个方向走 我们先到南美洲四个月 然后之后在欧洲五个月 然后去回到亚洲两个月之后再回来 所以总共十一个月 总共对因为最后一个月在台湾过年 抓的蛮刚好的 对啊对啊 刚好 好那我们就来讲这个第一个你先到南美洲对不对 然后四个月蛮长的一个时间 而且南美洲大部分都是西班牙语嘛 对对对 除了那个巴西是想葡萄牙文以外 那你们到南美洲这个没几天 你们就决定要到南极洲啊 哇这一般人很少会走到南极 是啊 其实很多人去南极是他们一辈子的梦想 对我们来说 我们其实对南极不太了解 可是刚好买到一个特件南极的船票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去吧 那时候南极费用真的还蛮高的 哦而且那条船好像是捕鱼船是不是 好像不是说所谓的游轮那种 它是一个破冰船 对这样才可以就是 这么省 它可以在南 因为其实你在南极旅游 它一次只能一百个人降在那个大路上 所以如果你是大一点的渡轮的话 可能乘客两百人 就只能上午或下午下去一趟 分批就对 对分批 那像我们这种小船是六十人 这样的话每个点我们都可以下去 然后就可以看的地方比较多 而且因为这个冰块的关系 所以一定要破冰船是不是 对对对 可以去的地方比较多 所以它就是一个破冰的旅游船就对 是的 他们其实不叫南极的船叫 他们不叫它cruise 不叫游轮 它叫做expedition 就像一个探险 所以你的行程可能会因为天气的关系而改变 所以不是已经是固定的 然后这个上船之后 你就会发现预期吃的不错就对 至少三餐有船员帮你料理 对啊 南极上面的每一餐都像是餐厅一样 而且摆得非常好看 我相信一定很多生鲜海鲜 因为究竟就可以做 他们就是有肉有鱼什么都有 然后厨师就是摆盘就跟高级餐厅一模一样 因为我猜去南极的费用基本上不低 所以客群的话 他们还是要照顾好他们的胃口 所以算是高档的消费了 因为你说花20万光是这趟行程 对啊 就很多他们老人退休 就想说他们一定要来南极 或是早期年纪比较年长的 以前对他们来讲到南极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他们就只剩下南极还没去了 最后的拼图 人生拼图 所以一定要把最后一周踏上就对 是是 这样子的话就是世界七大洲都走过 好跟我们讲这个踏上南极之后 你看到什么 一开始我们以为南极上面全部都是企鹅 其实确实也是如此 可是以前南极很多人在那边捕金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就是以前的房子 就专门给捕金人住在那边 然后我们也看到蛮多鲸鱼 然后还有海事 然后我们还差点被一只追 哦 他追你先生吗 他先追我 其实那个船员就有说如果你看到海事的话 他有可能会攻击你 然后我就在那边拍照 然后他说当攻击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跑 因为他们会觉得 好像在追赶猎物的心态 他说你要站直 然后把双手打开 让他们觉得你是比他大只的动物 他们就会退 可是海事应该跑得比人慢吧 因为他是这样动动动的 他们很快 很快 我被追过两次 我一次在扭下一次在南极 都是我想要跟他们拍照 他们可能觉得我侵犯了他们的领土 然后所以他们就往你前面冲 那他追到是用撞的吗 我是没有被靠到那么近啊 我每次都会逃到一个比较高点 可是那次在南极的时候 我是跑到我先生后面 然后他就是把双手打开 然后就跟他 他就离他大概半米而已 然后他就瞪着他 瞪完之后他就转过去 然后就走了 他发现你比他大 他就摸着鼻子就走 没错 然后你在那天还有这样 你们有吃鲸鱼是不是 他有一些不是保育类的鲸鱼这样子 那个是在冰岛 跳到冰岛去 对不对南极是真的是看鲸鱼 可是在冰岛的话 他们那边以前是维京人的后代 所以他们会饮食上 会有补鲸的习惯 只是他们会分种类 有些还是不能补 当然有些不能补 我们吃那个种类 他叫Minky Well 我不太记得种类叫什么 但是这种小 他是个小鲸鱼 然后他们很多 量比较多 量很多所以是可以补的 可是有些人也提倡说 不应该补这些鲸鱼 因为当你补这些鲸鱼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误抓别的种类 而且现在这个越大支的鱼 最好不要吃 塑胶对不对 塑胶为例 很多海洋 海鲜不可以乱吃 好 然后这个南岛南极结束之后 你们这个南美洲 还有看到什么 南美洲 因为我很喜欢古文明 所以另外一个 我们直接去的就是 复活街岛 是看那个巨大的摩埃石像 那个石像一个都那种 七到十米高这样子 他好像到南美洲 还要坐飞机过去对不对 对 他其实是在南美洲跟 有纽西兰那边的中间 所以他离南美洲本土 还要再费五个小时 所以他其实比较靠近 纽西兰就是比较靠近这边 五个小时算蛮远的 对啊 而且他时间又是 就是跟势力会差很多这样子 他其实是全世界最偏僻的一个岛屿 因为周围都没有人 然后你们那个飞机是小飞机吗 就游客多吗 还蛮大的 他是飞搭飞机 对其实因为他每天都有很多游客 会想过去那边 所以他是波音77这样子飞过去 对 那可以从纽西兰飞到那边去吗 你要经过大西地 对他们有环游世界的票 就是很多人都是接纽西兰飞大西地 飞复活节岛再飞南美洲 这样子环游世界一周 对 好那跟我们讲那个 像岛上到处都有 对不对 九百多个 对那些魔埃石像真的是到处都是 当然有些是非常漂亮 就是大家平常看到明信片里面的那种魔埃 排队看日出那个 对 那刚开始会想去 是因为觉得他们可能是外星人建造的 可是等到直到我到那边之后 才发现原来不是 因为这个岛你如果上去的话 你会发现他都没有什么大树 这其实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对 那原来这些大树都被砍光了 因为当初这些酋长 他们很喜欢建造石像 那他们为了把石像移到海岸边 或是移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 对 他们把大树砍掉 然后用滚的方式 把他们移到正确的位置 可是因为他们砍太多树了 变成之后没有办法制造船只捕鱼 对 所以就变成依赖农业 可是农业因为他们砍了太多树 变成土石流这些的 变成他们就开始闹饥荒 所以到时候他们人口就变得非常少 再加上后来西班牙人过来 然后带了一些瘟疫 人类的这个病毒就对 对 然后所以那些后代都不知道说 这些石像是怎么来 是近期他们在他们那边火山口里面 发现了很多植物的种子 他们才推理出 说以前其实应该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点这个过度开发 最后造成的这个有点这个 算是被灭族吗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人类的社会的缩小版 然后这个900多个是不是最壮观 或者是最多人看是不是就是那一排看日出的这个 对那边最漂亮 就拍照最好看 它其实很多也还不错 可是那个形状就没有那么完整 然后它的岛中间有个柴石场 你可以看到那些磨碍石像 还没有完全做好的 有些还雕刻在那个石头里面 而且好像它埋在土里面的 也是有身体的部分 不是只有一个头在上面 他们是这样说 可是我真的不清楚那个真实性 因为我们不是网路有看到一些照片有挖下去 我看到啊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 我在那边是没有听说过 但是我想之后再花时间研究看看 要不然它怎么会立的这么稳 对不对 因为可能下面还是有一些 还是有个身体的布 一个base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连挖那个 好在挖下去 那真的就太厉害了 对不是这个雕好立起来而已 是啊是啊 那你在那边几天啊 我们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 其实是还蛮久的 因为那个岛其实你骑个摩托车 一天就可以绕点绕完了 就不大就对 对 然后你有立志把900多个都拍好吗 打卡 当然没有 因为它其实属于国家公园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都可以 那么近距离的接触 好然后这个 接下来继续来讲南美洲 然后你们到智利说 有发现了泼水档 其实有点就是爬手就对了 对他们要偷你的东西 其实在南美洲 基本上一定要注意你的安全 因为它没有像台湾一样就是你可以就是放心把背包背在后面 我们在智利遇到破水档是跟一个当地的朋友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在街上走路 这时候突然就有人撒水 泼那种白色的东西过来 然后我还傻傻的以为是鸟大便 我一直往上看 然后结果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一些当地人 他们拿那种厕所大卷 大卷筒的卫生纸要来擦拭你的身体 然后那时候他就是叫我帮他擦他头发 所以我双手就离开了我的包包 等我有意识之后发现我的包包已经被拉开了 可是还好我的包包里面有个水壶所以就挡住 可是像我老公跟另外朋友他们就警觉性比较高 他们就没有理那些人就是叫他们不要碰他 所以他们拿卫生纸出来不是帮你擦是叫你帮他擦 他有帮我擦之后 互擦就对 对互擦 然后我就看不到他头发有东西 所以我双手就空了 对然后那个味道真的非常的臭 然后之后晚上回去我老公就有食物 就是食物中毒 我们觉得可能里面有食的成分在里面吧 所以你们有去Google 他泼的到底是什么成分吧 因为一定有些新闻 又黑又臭 但有些是泼食啊 有些可能会泼酱 但是我们那个我猜应该是大便或什么 对 所以他目的就是转移你的注意力 对对对 其实我们算蛮幸运的 我们就全身而退 有一些如果他真的偷不到你的东西 他一群人可以把你抓进箱子里面 嗯 然后呢 就变强大 就变强大 就变真的变强劫了 对 好 这是智力遇到泼水的 好 所以你们在这个南美洲四个月也算蛮长的 对不对 对啊 因为其实南美洲真的很大 然后我们最长一次拉车 大概二十几个小时 嗯 然后所以就是每个景点都花很多时间才可以到达 就坐巴士就对 对坐巴士或坐飞机 然后车上睡觉吗 二十几个小时 是啊南美洲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搭公车 所以他们的客运非常舒服 就很像商务舱一样 嗯嗯 就是你可以平躺一百八十度 然后 然后有卧铺就对 对有卧铺 然后有时候有一些公司还会有小姐就是推食物出来给你热食当晚餐 然后也就是在前面看电影 其实还蛮舒服的 然后还有厕所 所以那巴士不就要要双层 要不然他怎么去提供这些服务 对对对他就有双层 然后呢 因为他其实普通的座位跟好的座位可能差十美金 他就是真的很好的 嗯 很好的这个 你就在上面睡觉啊 然后你就是这样子坐过去 嗯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到欧洲对 欧洲了五个月跟我们讲欧洲的行程 嗯 那时候主要去欧洲是因为我朋友要在那个英国结婚 嗯 所以我们才特地去欧洲可是因为欧洲消费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整个行程基本上就是待在东欧 就一路 对一路从那波罗的海的三小国然后玩到就是保加利亚那些的 嗯 可是你一路这个看到东欧好像你讲说不会笑的这个罗马尼亚人是不是 对因为他们以前是属于共产党国家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会互相报名 然后就如果抓到的话就被抓去管 哦 所以那个大家很人际关系很紧张就对了 对所以他们都不会表现出自己的感觉 嗯 因为我们在那些以前的苏联国家 他们都很多秘密监狱 然后你可以外表看起来像是个很正常的地方 可是里面都有很多言行拷打 然后很多人就会这样莫名其妙消失 嗯 所以这些人就比较藏自己的感情 我就跟以前台湾那白色恐怖一样 很多人告密就莫名其妙被抓走 哦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啊 嗯好我们讲快乐一点了 到你说到你朋友是在英国结婚嘛 所以你们去去参加婚礼 对而且你很特别是你居然先把鞋子跟衣服先寄过去 对 因为没办法随身带 是所以我的这个朋友他跟一个英国男生结婚 然后我们就先把我们的服装先寄给他 然后请他带到英国 然后他们结婚是在一个英国古堡 嗯 然后其实英国有很多古堡 可以出租就对 对可以出租 而且里面都有旅馆这样子 可是他其实费用没有很高 如果你是办在平日的时候 然后就把整个古堡包下来嘛 对啊 然后就整个古堡都是你的 可是我觉得比较特殊的是他们新娘房 他们给他就是古堡里面最大的房间 嗯 可是是在地窖 然后那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 他的地窖里面还有个水井 嗯 我就觉得那个很像个监狱 然后把他改造成一个房间 冷宫啊 所以后来化妆师也说 他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化妆 因为太暗了 有窗户吗 就没有啊 就很有 真的很像监狱 就是很罗曼蒂克 但是感觉是个监狱的地方 嗯 对反而要去上面的阳台会比较舒服 那他这个婚礼举行 就是在古堡外的那种草地吗 然后吃那种BBQ这样子吗 没有啊 他其实是还蛮正统的一种 很像在电影里面 你看到大家就是在那个大厅 教堂婚礼啊 对 古堡里面有自己的婚 有自己的教堂 因为他那个男子是苏格兰 所以他们又请一个专门催苏格兰迪的 好先生来演奏 然后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移到草地上面拍照 最特殊的是因为 他们有很多猫头鹰 可以拿来会客 所以他们选择就是用 在猫头鹰的脚下绑个戒指 然后在婚礼仪式的时候 猫头鹰会飞过去 把那个戒指交给新郎 所以有训练过不会飞走 有训练过 但是他们没有绑真的戒指 因为确实有人的戒指飞走过 可是我朋友选那只猫头鹰好像是小的 所以他却长 因此就没有飞 就很可惜 所以那个只是一个活动表演项目就对 弄个假戒指让他飞出来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英国哈利波特很风行 然后哈利波特他都有那个猫头鹰 所以很多那个婚礼业者 他们就会用一些猫头鹰来增加趣味性 所以那次的婚礼结束 你们有在古堡就住好几晚吗 他古堡一个晚上大概是300英镑 所以我们就只住了两晚 就是该住的那个时候 而且我们没有选择住古堡房间 我们反而住那个仆人的 仆人的房间 比较便宜是吧 没有他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仆人房间是一个正常的屋子 就没有那种很诡异的感觉 所以我们觉得比较安心 所以他古堡里的房间都是比较挑高 那种比较阴森的那种就对 对因为他的房间都是设在下面 然后呢如果是楼上的话 都是厅什么图书馆啊餐厅啊大厅啊那些的 是不是因为他比较冷对不对 冬天比较冷 所以他房间就设在地下室 这个保暖就冬暖夏凉 对对对没错 我觉得是应该这样子 对可是我觉得就算楼上有房间的话 他们因为那些房间很漂亮 他们可能会变成展示厅 而不是把它弄成房间 就公共空间就对 对没错 好然后在欧洲你们还有一个很有趣 这个你跟这个未来的公婆有遇到对不对 约在欧洲见面在瑞士这样跟我们讲这一次 因为那时候他们要去瑞士搭渡轮 那我们就想说那他们已经 这是我第一次我老公离家 那么久 对所以我们就说那就在瑞士去见个面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一起玩瑞士搭一个礼拜 然后那个你的公婆看到你老公就说 我怎么变那么瘦 因为你把他预算抓太紧了 是那时候因为我每天都是只给他吃一点点肉 然后都用饭填饱他 如果他肚子饿的话我就说那你就去早点睡觉 隔天起来就有东西吃了 所以他以前都有肌肉然后就整个都没了 所以你们是因为男女食量的差别 就你吃少一点刚好 那他吃少一点就不行这样子吗 对因为他以前就是 就是在家住家里的时候 妈妈都煮很多给他吃 然后营养均衡 然后又有运动 可是到我们旅游的时候就走很多路 然后一天至少会走个十公里这样子 然后东西又吃不饱 所以就越来越瘦 对就越来越瘦 所以他妈看我的时候就觉得很心疼 怎么儿子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那时候他们是什么原因到欧洲 就跟你们会面 就他们自己抱一个旅游团就对 对那时候去搭渡轮 然后我们就想说 那要不要提早在那边见面 然后再加上瑞士是一个蛮高的消费 所以我们想说 去投靠爸妈也还不错 所以就跟着他们吃住就对 对对对 所以那一个礼拜就吃住很好 所以那礼拜你们主要是坐火车玩吗 对所以瑞士的话 他很多地方都是靠铁路才可以到达 然后我们就靠铁路来旅游 这样才可以去不同的山 然后瑞士结束就往冰岛走 对 然后冰岛的话就是遇见 跟我的高中朋友一起会面 他是一个香港人 然后他第一次出圆门 然后我们在冰岛的时候 我们就玩大概快三个礼拜的时间 就刚好他也在冰岛 没有 因为我刚才说你想想什么时候有个厨师 又有个司机 又有个导游可以安排你的冰岛行程 主要是因为冰岛租车比较贵 我想要抓一个人来分费用 所以三个集就对 对对对就三个人一起 所以你在冰岛支架那时候好像还有 有意外对不对 这个车子这个刮痕没有看清楚 结果还被敲诈 那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不是冰岛 不过确实有发生这种事情 那时候东欧的时候 我没有发现整个车轮盖不见了 然后我还签说这个车子是完善的 然后之后 我老公在两个小时停下来去买东西 就看到这车轮盖怎么没了 说天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还签说 这个是OK的 然后之后车子上有个很大的刮痕 然后我们回去的时候 他就要说这是我们做错的 但其实应该是车轮盖被撞翻的时候 留下的刮痕 同时造成就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没有先拍照的习惯 所以等我们到我们到 就没有经验了 对所以我们之后到冰岛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把所有车子都照一圈 所以那次你们赔了一百多欧 后来没有赔到 他们本来要这样要赔 要我们赔整台车子的刮痕 然后我们就说这这不对 然后之后那老板就说 如果你觉得你们是你们做的话 那你们就付这个钱 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 然后他就这样子假装自己很宽 很潘 然后我们就说那不是我们弄的 可是你们之后不是有收到信用卡扣款吗 那个没有 因为如果他认扣款的话 就变成假期嘛 因为我们没有决定让他们扣 所以他有点这个看人就对 如果你自认赔你就会赔 那如果你坚持不要他也怕麻烦 对对对对 因为就到时候就会报案了嘛 对啊对啊没错 所以还好你们够兼职 要不然有些人傻傻就乖乖付钱 是啊就想说就是花钱小宅 可是因为那时候旅游经费是比较紧凑 而且我们真的觉得那不是我们的错 所以就不愿意付这笔费用 但之后就需要经验 我到冰岛就比较有比较聪明了 就整台是拍的清净净净 对对对对 然后连环车也是 我有个粉丝说他在挪威的租车行环车 然后因为他是个停车场 他就直接把车子停进去 然后就要走了 然后隔壁的人就叫他说你要留那个纸条 证明说你有进到那个停车场去 然后没有想到那个租车航公司 居然还说他没有还车 还好他有那个停车场进去的那个收据 才可以证明说他真的有去还 那如果这样要他赔一台车 变成他没还车 对啊 哇太夸张 就很夸张 所以就算是自动还车你也是要把照片拍好 收据要留好 就是拍说你的车子在停车场了 哦就把车子跟停车场拍一张 对对对对对 什么东西都要证据 就算在陷阱国家也是 好那我们来讲冰岛的行程 冰岛也是为了看激光嘛对不对 对那个时候我们是九月底去的 那时候九月底天已经够黑了 嗯就可以看到 可是他那个陆地还没有结霜也没有下雪 所以开车的话会比较安全 嗯所以你老公没有策划在激光跟你求婚吗 他那时候没有想到突然戒指拿出来 因为他没有他只想要生存 对那个时候激光的话 我们就每天晚上就出去看 可是你双眼你亲眼看到激光 他其实有点像白云 他不是我们看到那种很漂亮的绿色 没有那么鲜艳就对 对对我们只有在一个晚上 是在激光大爆发的时候 有亲眼看到那种照片上的样子 但大部分的时候 因为相机的感光零件比眼睛还要好 所以如果你曝光时间长的话 才可以看到大家看到的颜色 要曝光久一点 对大概30秒这样 所以你眼睛看就是可能白白的一道就对 就很像眼就很像云 然后你就是要用相机测 确定他是激光 好然后你们在这个冰岛多久 我们在冰岛三个礼拜 对然后中间有一次爬山的时候 我朋友还不小心失踪 结果怎么办 到现在我回来吗 他还好他回来了 我们超担心的 他是走私了是不是 应该是说那个时候我跟我老公吵架 然后我就自己毒气我就走了 然后变成他来追我 然后我们叫我那个朋友原地等待 不然就是回到车上 结果他没有原地等待 也没有滑到车上 他就自己再往前走 可是因为那个荒郊野外真的没有什么人 所以我们就错开了 等到我们回到车子的时候 他人不在 然后就很紧张 那山上天气其实变化多端 本来是晴天 突然间就很大浓雾 然后我朋友什么东西也都没带 手机也没有 食物也没有 外套也没有 然后我们就一直找他 然后都找不到 后来还是叫那个冰岛的急救员 过来要找 还有报警 对啊 因为已经下午四点了 如果天黑的话 他真的没有办法活过这个夜晚 然后结果那个救生员说 这个地带他们也不熟悉 他们必须要等到隔天早上 就还好我朋友就在 那个时候叫出来了 因为那物浓道就是只有一公尺 所以看不到 是因为他声音你们听到的 他就慢慢 因为那个步道没有任何的 他只有一个标签 就黄色的小棍子 可能每十公尺才有一个小棍子 所以你当你视线只有一公尺的时候 你真的要到处绕 到处绕才可以跟着那个道路回来 所以他是后来自己叫出来 被你们听到才找到他 他自己终于绕出来了 那个其实只有两个小时的践行 结果他在里面绕了大概六七个小时 才出来 有点像我们台湾讲的鬼打墙一样 在一直绕圈圈绕圈圈 一直绕 而且那时候又有很多悬 我们就真的很怕他摔伤 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我朋友当初并没有觉得他在很危险 他还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叫人来 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发生同样的状况 他只会在原地等 他不会去找人来帮忙 因为他觉得这没有什么 他没有那个意识就是可能 入夜之后可能会有更可怕的遗忘 对对对 他对户外的那种危机意识并没有很强烈 这是我们觉得比较可怕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没有在书里面看到 因为他觉得很丢脸 而且他故事很长 所以他叫你不要写下来 但是他叫我不要写 他说他不想永远只有五点在他认识 可是你在节目中把他讲出来 我们在印上他的照片 好不好 在画面上加上他的照片 让大家知道他是谁 好 然后冰岛结束之后 这个就 接下来最后就到亚洲对不对 亚洲你也待了两个月的时间 对对对 我们第一个亚洲去的地方是印度 然后那时候印度只要是为了 那边从那边飞尼泊尔比较方便 对你们为了去基地 对对对 因为其实那个爬 爬圣母峰的那位 他叫什么 他叫Sir Edmund Hillary 第一个爬上去的是个纽西兰人 然后他其实有赞助我的高中学校 那所以我那时候每小时候 就每年他都会过来我们学校演讲 当他身体还健壮的时候 所以变成能够爬圣母峰基地 你就是很多纽西兰人的梦想 所以就觉得这次上旅游一定要去 所以他也是要参加一个旅行社对不对 一个旅游行程这样子 对没错 然后是一个几天的活动 爬那个大概总共12天 然后来回 然后就不能洗澡 因为他其实在第三天的行程之后 再上去他就太冷了 所以水都会解冻 所以基本上没有热水可以洗 那我们就想说 既然在第三天已经海拔三线多的话 再洗澡的话可能会头痛会感冒 所以我们就看去就整天就 12天都没洗澡这样子 那个行程有人帮你背 就被睡袋啊 有 他们那边有学霸人帮你背你的心理 可是他其实设备非常完善 他们中间很多小木屋 然后你就是带你的睡袋去那边睡觉 沿途都有就对 对对对 而且我四年前有去过尼泊 我那时候WiFi都没有很多 然后这次去的时候 大家都在用手机 因为他在山上充电的话 你是需要付费的 那可是当地人都不用 所以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 外国人都在看书或是聊天 然后当地人们用skype啊 然后一直滑手机这样子 哦 你们充电要付钱 当地人不用 对当地人不用 所以他们可以手机尽庆的 都还可以吃到披萨这些食物 对就很关闻客 所以这12天就是这样来回就对 对啊对啊 就爬上去 我们是一组六个人 然后其中两个 到最后那个高度太高 他们肺有出点问题 所以又搭直升机下来 对然后他们要确定保险有几 有付那个费用 因为并不是每个保险都有保到 海拔4000多以上的直升机费用 会比较低 所以如果当你要去爬这种山的时候 你的旅游险一定要检查清楚 就确认有没有这个专机接送的费用 要不然要支付就对 对支付的话大概2000多欧元这样子 所以很多外国人就没有这个存款 他们我那个朋友 本来不要被飞下去的时候 他还不确定他的保险没有付 他说他没有钱下来 他客领愿待在那边 对啊 很可怕 如果有状况又下不来 只能 真的 真的 这笔钱就一定要出啊 对 没错 所以你们到基地影之后 他还会安排什么活动吗 还是就是沿途就是践行 这样的一个行程 沿途就是践行 就是每天这样子 慢慢上去慢慢上去 然后因为你上去的速度比较慢 你就比较不会有高山症的症状 慢慢适应就对 对对没错 然后沿途这个路人多吗 游客多吗 超多的 其实我们是12月的时候去 其实已经比较少人 因为忘记是在10月 所以他那些小木屋 其实就会住满人 可是12月的时候已经很冷了 可能平常的温度 大概是-10度这样子 所以游客就比较少 可是我比较喜欢那个时候 去尼波尔帕山 是因为这样比较不会流汗 所以你在走那舌天的时候 就是太阳还没下山之前 先到达你今晚的住宿 然后用那个纸巾擦 说全身啊 然后身体 然后入夜之后就不会感冒 而且皮肤干的话 这个反正就比较 因为这个干燥 所以这个不洗澡 也不会太难过 对对对 就主要你今天没有流汗的话 所以我反而比较喜欢冬季去旅行 后来这个两个月 就是在亚洲结束之后 就为了回到台湾过年 对不对 对 那时候回到台湾 就是至少要见家人 因为一整年的旅行 他们也非常担心 终于可以好好洗澡了 其实从尼波尔下来的时候 就有洗澡了 可是那个时候就 当然还是没有家舒服 毕竟就是出国那么久 然后就只有我跟我先生两个人 大部分的时候 所以还是有时候会有点寂寞 能够回到台湾跟别人讲话 真的是一件快乐的事 对因为有时候两个人 这个一整年这样耗在一起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闹情绪 讲讲你们这一年 有没有吵架 有没有一些比较重大的这个吵架 后来是怎么化解掉 其实一直都有吵 最主要原因是 因为我先生肚子一直都很饿 所以男生 脾气不好 男生真的很肚子饿 真的心情都不会很好 所以就比较容易发表 那我的点是拍照 每个拍好 会不会不高兴 可是每次吵到最后 就是会有时候会想要就是 那我们就各自离开 可是我们去的地方都太鸟不生胆了 等到你转四五趟机场 回到澳洲啊 或台湾的时候 看到那机票你气就已经小了 就觉得算了 还是和好吧 然后之后我们就是有 领悟出一些相处之道 像比如就是 因为我很喜欢拍照 我老公很喜欢历史 我们就会互相安排 就是自己会想做的事 就可能到当地你们会分开就对 不见得会分开 因为我去的地方都比较危险 所以分开其实不明智了 就变成双方要提亮对方 就是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对 然后食物的话也尽量就是 到最后啊 就会提升一点 就是费用 就是吃的比较好 可是如果你们预算是 各分开的话 那他不能够说那我用我自己的钱去吃好一点 吃饱一点 你们那时候预算是全部抓在你手上 对 那时候全部都抓在我手上 然后之后再除以二这样子 是这样子哦 对对对 对啊 那你们下次有经验就是 可是自己也可以有一点自己私人的存款 那有时候你不想出门 你在家睡觉 他要自己去吃好一点 那他去吃啊 是啊 现在就会比较这样子 可是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去的国家都真的太不安全了 其实一个人走的话也不是很安全 然后最怕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买手机网卡 不好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联络对方 对 我们都只有靠旅馆的那种免费网路 然后下载离线地图 我们没有随时随地就可以查资讯 所以变成你们随时都不能分开 一分开可能就找不到人就对 对啊 对啊 因为我们跳的国家太多了 如果你每个国家都去买网卡的话 很麻烦 其实对麻烦 然后再加上又是一笔无谓的开销 而且说真的你在旅游的时候 你也不用一直看手机 对 我知道现在好像有很多什么全球卡 欧洲卡 就是什么一卡通这样子 对现在是有了 我们其实手机一直有那种卡 就是为了紧急的时候打电话 但是并不是就是可以就是很开心的那种使用网路 就流量有限了 就必要的时候才看 必要的时候才打电话 就是可能联络那个Airbnb房东啊 或是什么 所以要控制流量 要不然你这个无限一下就用完 对啊 尤其他毕竟还是网路漫游啊 那后来你是怎么样来写这本书啊 是你在沿途这一年 你都随时有在记录吗 对 这一年的时候我就 我一直都有写部落格的习惯 然后刚好我去的景点又是 当时啦 当时南美洲的资讯真的没有很多 所以我算是那种早期那时候去南美洲玩的人 然后我就写下 然后跟大家分享 嗯 然后出版社看到就是邀约出书就对 哦对啊 就是他就想说这个故事很有很有吸引力 然后所以就过来找我 问我有沒有意愿出书 嗯 因为我从而在国外长大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可以跟台湾的社会有任何 就是可以接轨 可是为什么不是澳洲出书啊 或者是纽西兰出书 反正是台湾先出 呃因为我那时候写部落格的会跟我的部落格大部分都是台湾人 哦去写给台湾的朋友看 因为外国人他们不会去读邮寄 嗯 他们就是自己就走了 嗯 他们对他们来讲旅游并不算什么很特殊的东西 嗯 可是亚洲人很喜欢听故事 他们喜欢听人家旅游的发展事情这样子 嗯 对然后就是 行动力会比较 比较慢一点 因为就是 就是可能比较不会去做这种长途旅游 主要是因为家人都比较会有牵盘 因为华人社会就是说你毕业后就是要 对要孝顺父母啊 嗯 你要待在家好好工作啊 不可以就这样一一走拐子这样 哦所以他不能够出去他只好用看的 那欧美可能自己去体验就够 他不用看别人 对对对 我发现很多人是这样 因为辞职在华人社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嗯 尤其是好不容易找到工作 大家都觉得说你就应该就是继续工作继续工作这样子 嗯 对 然后回来之后你们感情有更好吗 就是真的说就体悟说这个人就是终身的伴侣这样子 就是真的很了解对方 嗯嗯 所以真的有差啦 对 因为毕竟并不是每个人可以跟你生活那么久 而且你都是卡在一个小房间耶 对对对 不讲话就很尴尬 然后又走 又不能又一个人跑出去 其实为什么后来都是一定会有个厕所啊 就是一个人就会躲在厕所 一个人躲在两个房间啊 嗯嗯 还有个空间就对对对对对有点区隔 其实你你老公有写最后有帮你写一篇对不对 他的这个他对你那时候看了有没有很感动 有啊 对他这就是婚礼上面写的字词 哦哦哦哦对 所以婚礼他他就把这篇文章有念出来就对 对啊对啊 然后就哭 反正是他哭 对因为其实在认识我之前他没有想过要去这些国家玩 他就是个很一般的 对可能你给他玩游戏啊 然后喝酒啊什么他就很开心这样子 嗯嗯对就没有想说要去旅游看看这个世界 嗯然后因为我又很有计划心 那他以前就是没有想到说下一半要干嘛的人 是对 那你未来有规划一些旅游结合一些公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我现在写这些书之后我发现我让很多人觉得他们有勇气出走 嗯那对我来说嗯这这意义蛮大的因为我没有因为我平常是做医疗相关行业 我就用这个方式帮助人 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写书也可以从心灵的方面激励一些人去追寻他们的梦想 嗯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做这些事情 嗯可是看了我们的故事之后呢 他们就比较有勇气嗯不见得一定要去长途旅游 但是至少可以跳出他们平常生活圈去做一些他们平常没有勇气挑战的事情 我然后等他们回来之后看东西的想法就比较不一样 我觉得这样子就值得了 那你自己实际也看过这么多贫富差距 嗯那你自己回来怎么感受 我真的觉得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真的就要多帮助别人 嗯因为其实虽然他们平负差距大可是很多人都还是很善良 他们还是会尽最大心力去帮助人 所以就是回来之后我开始会比较注意一些社会议题 嗯然后还有环境保护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因为像很多我去那些冰川 现在才隔两三年很多都已经不能上去爬了 融掉了都融掉了这时候对我来讲环保意识是实际上需要去实行的事情 而不再是只是一个口号 对实际看到跟我们看到透过影片这样看 震撼力很差很多 对真的不一样 对对 嗯好今天非常谢谢威尼为大家介绍他的第一本书 地心引力抓不住的冒险家三月文化出版好谢谢 谢谢